卓马可以 因为我叫卓马 其实卓马呢是一个非常classic的藏族女生的名字 但是之前就是有很多云朋友会问我 他们以为这是个假名字 我是藏族来自四川省阿巴州 每次接到藏族就会有很多朋友就会说 哦那你肯定是西藏的 但是其实呢除了西藏之外 中国按省计来分 还包括有四川藏区 云南藏区 青海藏区 甘肃藏区 像大家都熟悉的丁真呢 就是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礼塘县 除了小学我一直都是班上 甚至说是有的时候是全校唯一的藏族 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有 你骑马上路吗 你会射箭吗 你家里是不是牦牛满山 你们那里的人都很会打架吗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更加刻板印象 并且很破坏民族团结的这种话 我就不举例了 但是这些问题确实都是存在的 其实我上述的这些问题呢 也是刻板印象的一个体现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前段时间流行过一阵藏妆潮 很多人包括一些博主 他们会用一些更深色的粉底来涂脸 然后再在脸的两边涂很红很红的腮红 作为高远红 穿着一些非常夸张 就是我们平时都不穿的那种藏妆 然后再配一个祈祷的首饰 甚至刷到过一个这样的视频 然后他配的那个背景音乐 还是一个蒙古族的音乐 就是几乎我身边所有的藏族朋友 包括我 我们都会很反感这种类型的视频 因为我们觉得这种视频 就是一个刻板印象的一个体现 我也拉着我的好朋友 卓嘎拍了一个藏妆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们的化妆手法 跟很多朋友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 我们不会故意把脸涂得很黑 我们也不会故意在脸上 画两头很大很大的腮红 但是在社交媒体上 说这类视频呢 我还会经常刷到一种视频 比如说藏族女还是怎么过一天的 藏族女生的vlog 或者是我的藏族男友 我的新疆男友 我的新疆女友如何 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像是变成了一种噱头 这是我非常不喜欢的 你喜欢一个人 这个那个人的肤色民族 我觉得是完全无关的 甚至是说种族 当然我这里是指 比如说白人啊黑人啊黄种人啊这种 这些都是无关的 之前在国外的TikTok上呢 就是有一个白人男性 发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他就说 我的一个亚裔老婆怎么怎么样 但其实呢 他通片的视频里面 全是各种刻板印象的叠加 然后他整个人就是 完全就是被骂到不行 其实我今天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我也知道我这个话题是有争议的 然后甚至说可以是有点那种 delicate的 但是我只是讲出我自己的想法 我作为一个个人的想法 就比如说 如果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希望你在把我介绍给别人的时候 你不是说 哦这是我的藏族朋友 我希望你就会说 啊这是我的朋友 这是我的好朋友 就像我也不会跟大家介绍说 啊这是我的 汉族好朋友小五 这是我的汉族好朋友 斯米达一样 以及大家知道 就是如果你在国外的时候 你说 哦 this is my black frien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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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黑人朋友 那么有可能你就会面临 很大很大的问题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的所有视频里面 我都没有故意想要去 放大自己的所谓不同 我的vlog视频也好 我的穿搭视频也好 我的化妆视频也好 都是跟任何一个普通女孩一样 有着差不多的元素 我也非常非常喜欢花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跟我的朋友出去玩 我也会在视频里面流泪 就跟所有人一样 大家喜欢我 也是因为我这个人 而不是我的民族对吧 但是但是 我从来没有就是想要说 我要抹杀掉 我身上的这些民族的特性 从来没有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热爱这些文化 热爱这些传统 我每次回到我的老家之后呢 我也会说藏语 我的很多很多亲戚 普通话都完全完全比不过丁真 然后我爸爸的普通话 就是更不用说 我对这段话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天天听 我是觉得这些都是我生活当中 生命当中的多面型 藏族的 传统的 我不觉得就跟现代的 摩登的是对立的 大家都在一样的努力过生活 举个例子 很多朋友第一次到藏区的时候 看到夜店都会非常惊讶 想说 这种地方居然会有夜店 这种地方会放谁吗 的音乐呢 然后去了之后发现 其实世界歌里也放的都差不多 大家也会放 也会放 包括现在拉赛会有很多的咖啡厅 我觉得它的味道和装修 其实都跟国内的其他城市一样 差不多的 我们只要用尊重 平和的态度 对待任何人就好 国家有56个民族 55个少数民族 但是可能由于地区分布的原因 很多朋友在一生当中 可能都没有在现实生活当中 碰到过几个少数民族 或者是没有拥有过 几个少数民族朋友 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们只要相互尊重 彼此热爱就够了 而且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 就是你也拥有了一个云朋友 我 周马 民族的一面 传统的一面 摩登的一面 我觉得这些面呢 都会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出现 但是没有人只会被一面 甚至是刻板印象所代替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要做你自己 活出你自己 不要活在任何人 对你的期待和想象当中 就像罗曼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尊重女性 和民族的品牌 看到这里大家千万不要滑 就不要就是说 这个时候突然进来一个亚兽广告 很猝不及放 因为确实是罗曼 尊重了我的主意 尊重了我的想法 就是跟我说 我可以拍我想要拍的东西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激 非常真诚的 就是分享出他们产品的特色 大家把感谢勾搭在公民上 提倡个性自由 不受拘束 从他们产品的外观设计上 也能看出来 用色大胆兴益 是这种荧光绿的牛油果色 市面上还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不仅仅是颜值好看 实用性能也是非常强 他们家是专业做口腔护理研发和制造的 在国产品牌中 坚持了17年做电动牙刷 真的是很专业了 东西的刷毛 密度非常的高 然后就是我很喜欢喝咖啡 牙齿容易细细沉点 所以我选的是肚包的刷刷 用它刷牙的时候呢 你是不用担心会伤害到牙医 我觉得非常适合一些牙医 比较敏感的朋友 而且它也匹配了智能感压系统 在你使用过程中 用力过度就会有闪烁灯提示 短屏震动双重提示 就是告诉你说牙齿刷重了 这点真的很贴心 用起来我也觉得省心省 而且这款页动牙刷 续航能力也很牛 就是你充一次的话可以用一年 非常非常适合我这种 经常会忘记充电的懒人 我在这场品牌的选择上面 就是除了会考虑 实用性和功能性之外 也会看品宣和品牌背景 这点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尤其是对博主来说 但我也不能说 就是我每次都做到了完美巴拉巴拉 因为我觉得就是 人毕竟也是会犯错嘛 我也没有一个那种 很庞大的团队去帮我筛选 但是我每次就是有尽力 就想要去学习 想要去调查更多 想要去了解更多 反正就是一些 比如咱们传统文化的东西啊 咱们出去都会碰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要非常感谢罗曼牙刷 对本次视频的赞助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 它的出现有点粗不及防 因为确实是罗曼牙刷 就是赞助了这个视频 尊重我的想法 就是让我去拍我想拍的主题 所以我对于这样的品牌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应 你们又可以做出很好的品牌 然后你们又能够尊重创作者 又能够尊重我的想法 我觉得特别好 然后谢谢 我也希望呢 就是看了这期视频的朋友 能够在视频里面 就是get到我说的点 我并没有想要计划任何东西 并没有想要造成任何独立 我只是希望 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尊重平等的对待彼此 只要人人都陷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以及咱们用这个牙刷这么久 来看看咱们的牙齿 真的是很白很亮 期待的观看 这个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然后 I love you and I'll see you soon in my next one